要是来我们瑞金 那你一定要尝尝我们瑞金的鱼丸 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的 我叫杨金庆 我是瑞金鱼丸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做这个鱼丸对油的要求比较高 这边的水骨完全没有污染 水质非常好 所以这里的油的品质也很好 做出来的鱼的口感非常好 新鲜的草鱼补上来之后 首先要窄杀干净 把骨头剃掉 剃骨的时候要圆着鱼的脊骨 将鱼切成两半 然后把鱼骨头和鱼刺剃干净 鱼刺剃干净之后 就开始刮油龙了 我们习惯用锥子将鱼露固定在砧板上 然后用刀轻轻地在鱼露上刮 刮的时候一定要逆着鱼骨的纹路 慢慢地刮 只有这样刮出来的油龙才更细腻 一般一条三斤重的草鱼只能刮出半斤之后的鱼龙 人家说慢工粗细活就是这样 接下来就是制作油龙最重要的一步了 就是打鱼龙 打鱼龙之前要先准备一碗蛋清 再在油龙中加入少许的食盐 这个鱼龙到我手上已经创了三斤了 做油龙必须要用这种鱼制的 把油龙放进鱼龙里 让用手远着一个方向打 打的时候不断加入蛋清 这个季节打油龙是最合适的 锐金油龙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 我们是不加任何电粉的 整个打制的过程要将近一个小时 直到鱼龙变成了鱼浆 基本上就算打好了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鱼浆挤成鱼丸了 硬是抓起一把鱼浆 然后稍微一挤再用大拇指一挑 你看这个鱼丸放到水里是可以漂起来的 说明这个鱼丸是做的很成功的 鱼丸做好之后就要下锅了 我们煮这个鱼丸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 需要煮两遍 第一次煮的时候 到了水快烧开的时候 就赶紧把鱼丸捞起来 用凉水过一遍 把这个鱼丸凉下来 第二次下锅的时候 要等水开了之后 再把鱼丸下锅 煮个两三分钟 鱼丸旁撞起来就好了 纽约的脸 对于我们客家人来说 瑞金鱼丸代表的就是孝顺和团圆 也就是家的味道 对于我们客人来说